白思豪还提到 需要插管的人数在刚过去的周日和周一首次出现下降 让人鼓舞 不过 白思豪提出 现在确定疫情出现拐点还研制上脏 截至4月7号 纽约市有72,181例确诊 3,485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柯林婷 纽约报道